在北方 陕西人的年俗 与东北有很大的不同 八百里秦川 卖花香里说丰年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 盛产小麦 然而干旱少雨 河西一多干河 古蔬菜种植较少 反映在秦帝饮食上 便是面食花样繁多 作家陈忠实写道 到春节前的三两天 家家开始蒸包子和馍 按当地风俗 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再蒸馍的 年前这几天 要蒸够一家人半个多月 所吃的馍和包子 还有走亲戚要送出去的礼包 花馍一出 年又来了 徐建宏与吴小梅夫妇 在陕西兰田县的白鹿园民俗村 经营了一家面花店 面花是从去年开始 在这儿弄这个房以后 原来都是农村农棉种种的 这是南前传授公 交面模 一般都是逢年国际 这块亲戚的 夫女老人基本上都会做的 面花俗称花模 在陕西关中平原地区流传盛广 面花既是年节走亲访友的 互赠礼品 也是庙会祭祀的供品 更是带有浓浓乡土风情的 艺术瑰宝 在关中地区 几乎家家的妇女都会做花膜 工具就是家里最常用的 剪刀 勺子 木书等 用小麦面粉捏出的花膜 是早期农耕文明的古老遗俗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有人说花膜工艺 是从女娲团土造人中演化而来的 经过数千年口传心迹 一代代心灵手巧的女人 不断将其发扬光大 小夫们制作的面花 融合了绘画 剪纸 刺绣 等多种艺术形式 他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望 寄托在柔软的面团中 陕西的食物和人一样 亘古不变 自成体系 贾平蛙说陕西人 崇拜的是智慧 鄙夷的是油滑 有整体雄魂 无琐碎甜蜜 这道理等同于吃 给 给你拿酒吧 太巧了 好吃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好吃啊 嗯 嗯 嗯 刘欣是陕西前县本地人 2015年 在外面飘荡了三十多年以后 他回到故乡 建起了这个黄土香室 做这个香室 十年前都有这个想法 这个名字也是在十年前去后 确实是把过去的那种基因 能勾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基因 能不能产生到下一个世纪期 这就是能做这个厕所 为什么要用最原始的东西 要保留自己 二世的这个厕所的时候的一个 当年父母减刑给这个土墙 这都是咱们的梗 所以我们给这个房子的 作用就是教人们不要忘笨 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梗在啥地 每逢周末节假日 西安附近的文化好友 都会聚集在这个黄土香舍 除了文学交流 还能吃到地道的前线佳肴 刘欣最崇拜的作家是陆瑶 陆瑶这位陕西土生土长的作家 对于陕西人刘欣来说 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每天只要有空 就抄写陆瑶的小说 四年的时间里 刘欣用毛笔 把一百零三万字的平凡的世界 抄写了一遍 因为刘欣的坚持 黄土香舍的饮食 始终保持着前线传统的味道 整米饭在陕西排长饭 朋友亲人买了以后 离不了这个 这马上要吃过 吃过以后 要整一个小时才能吃 每房间国家都炒这个 江大价目一口钱 咱们陕西的作家 陆瑶写过一句话 就是他上故乡的土地 你就不会做头 赶紧回到故乡的时候 儿子的鸡也来了 小时候那种味道也有了 小时候这个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到这个 四大正腕 这个四大正腕 你可以说是 那个时候你想吃的 蓝地比上天还蓝 这就是在这个角团面 脚团面是在这最大的特色 每年过年必须吃 不吃这个东西 就是等于是年这么多 这一哈子在外 站了三十多年 就是你不管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永远忘记不了 家乡里的一口 就该忘记不了 这个故乡这一片土地 经常吃不上这个 就是龟客 来这龟客 家里边过什么 红杯细色 过年 焦汤面又叫咸水面 和气饭 是咸阳北部的传统面食 在关中一带也很普遍 这种面食始终是 当地年夜饭时艳客的主角 人们在过年时相互走访 用一锅咸水面 招待邻里乡亲 犹如流水席 虽然是简单单一的代客方式 却透露着香情 友情和人间温情 兜兜转转几十年 总是离不开故乡的土地 故乡的人情 年夜饭的味道 是儿时的味道 它流转在四季 跳跃在每个思念故土的瞬间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